外星生物入侵 全球各地遭到毁灭性袭击 人类又该何去何从呢 大卫看出妮莎跟丈夫的一样 表面上帮妮莎疏导感情 实则想跟她有进一步发展 卢克实相地提出先离开 在回房的路上 她发现一个奇怪的小男孩 男孩直盯着面前漆黑的房间 说着就要带卢克往里走 原来这是个停尸房 尸体上沾满黑色粘液 这时 妮莎跟曼妮却发现卢克不见了 妮莎着急地跑到停尸房 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卢克拿着那块黑石头 石头正在吸走尸体上的粘液 这块石头到底什么来头 另一边 塔斯带着妮莎回到家里 刚开门一股恶臭味袭来 塔斯的母亲趴在桌子上 身体被黑色粘液侵蚀 看来外星人已经来过 伤心的塔斯终于说出真相 原来他每次癫痫发病时 都可以察觉到外星人的存在 所以他的绘画本上 才会出现那串神秘的蚊子 塔斯想再次通过强烈的癫痫 与外星人获得联系 他们计划前往医院 但街上危险重逃 城市已被外星物占领 他们躲进一家酒吧 正好遇见买醉的崔福 原来崔福乘坐的飞机 目的地是英国 现在所有航端已停运 崔福的回家梦破灭了 只得在酒吧喝闷酒 正好碰上了卡斯跟米拉 塔斯请求崔福带他们去医院 绝望的崔福并不想理会 可他在看到卡斯的绘画本时 突然态度发生转变 这个图案是崔福小队的标志 塔斯说当时画这幅画石 脑中浮现出几个士兵的身影 崔福最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三人的医院之旅会顺利进行吗 因为私闯航天局 大河被关了起来 领导找到大河求助 称以锁定星辰号的位置 他跟地球在相同轨道上运行 这说明他被外星人挟持了 星辰号可以充当跟外星人交流的桥梁 领导将行动全权交给大河负责 他开启航天通讯频道 与外星人获取联系 但人类的语言无法进行交流 大河将日向的视频文件 转化成外星人的格式 向外太空传输 这时远在太空的飞船里 成功接收了大河传输的文件 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复大河 入侵第一季完结 感谢大家观看